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共造成七个人轻伤 两个人重伤 基隆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赶到营区了解 并且到医院探视受伤士兵 而针对弹药库发生爆炸 市议员吕美龄 张浩瀚要求军方尽快迁移弹药库 而立委蔡世应随后也前往医院探视受伤士兵 强调会要求军方详细调查原因 向外界说明清楚 陆军降丰营区发生了迫及炮爆炸意外 救护车不断进出营区 陆续将受伤的士兵送往医院救治 九名三万中其中两名上市 上市最严重 左手被炸断 其他亲上的士兵在军方人员陪同下 搭乘救护车前往医院治疗 就是左手的这个手肘前面有这个炸伤 有炸伤 那我们现在做了处理之外 现在生命现象稳定 然后血压也都稳定 然后现在转到那个我们总院的三种 那我们跟三种都做了很好的联系 然后目前三种都知道这位病人要转 这位弟兄要转过去 好 今天下午的这个发生的案件 是一个突发的状况 那么处理的这一批弹药是前一阵子 由外岛回运的腰两栋破炮 那么已经排定的时间就是在今天下午来做处置 那跟汉光演习是没有直接相关 陆军 六军团 三支部 北弹库 金融分库 翔丰营区 24号下午三点多 弹药库突然爆炸 附近的居民听到爆炸声响 全都吓一跳 随后消防车和救护车频繁进出营区 才发觉事态不妙 碰一下而已 碰到一声而已 那个烟都冒出了 很大声啊 很多有听到啊 在里面都听到啊 金融营区发生重大事故 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赶赴营区了解 在防爆墙后面听取居方说明 看了一下现场 然后其实现场还是非常的紧张 那我们一到现场以后 他们还把我们拉到了所谓他们的防爆墙后面 那消防人员都在那边等待 那我们现在在把那个现场做整理 那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是 听他们的解释就是 这跟演习无关 跟大家报告就是有炮弹在整理的过程中 不是很引爆这样子 那有伤者有一些蛮严重送到三种 由于弹药库长期存在隐忧 地方居民希望能够早日迁移 爆炸发生之后 市议员张浩瀚和吕美玲 要求军方重新检讨弹药库的安全性 那我想过去这几年地方的一个居民一直强力的希望这个 翔丰的一个弹药库能够牵走 毕竟这个地方紧邻我们的住宅区 那在门口甚至还有一个加油站 其实对于周边居民来讲的话 他都是抱着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 我想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 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但是在这边我们也呼吁我们的一个军方 立即检讨这个翔丰街弹药库的位置是否恰当 那也希望说我们立即把这个弹药库能够迁移到适当的一个场域 避免我们的憾事再度发生 我们都一直以为他们已经搬迁的差不多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军方人是留守在这边的 也不像过去这么多了 过去真的非常多 那现在已经是减半又在减半 所以说实在的我们一直以为那个弹药库已经没有放多少了 所以这一次听闻就爆炸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的担心 那虽然说他们一直强调说存放啊 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考量跟测试 可是呢经过这一次事件 我们相信那还是危险的 而且也周遭的这个建筑物也越来越多 住宅也越来越多的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诚恳 并且再度的呼吁国防部赶快把这个弹药库迁移走 针对外界质疑弹药库的安全性 立委蔡次映除了前往医院探视伤者 也要求军方要详细调查清楚 对于那因为有些人我提到说 它是这里主任的 那我想我这边就我的理解 也跟我们的金融商也说一下 想封营区弹药库 确实在做很多事情 那想封营区弹药库的存放的弹药库 基本上它不是非常大的 它大概就是一半入群的弹药库 那它的存放的位置其实比住宅区还有一段不均匀 而且它站在后方的区域 所以我相信它整个存放的位置的均匀 应该是比它完全 要跟我们的建议势力 在这个部分全能应该可以保持 这一起弹药库发生爆炸事件 一共造成9名官兵分别受到轻重伤 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掌握相关讯息 并指示权力协助救治 军方表示目前还在厘清事发原因 同时强调跟演习没有任何关联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万安46号演习 24号下午1点半到2点 在北部7个县市联合登场 空袭警报一响起 行驶中的车辆必须靠路边停放 机动市长谢国良特地前往市区交通要道 以及防空避难处所 视察车辆和民众疏散的避难情况 演习模拟协和发电厂遭到飞弹攻击 油槽及大楼起火 消防局全力灌救 整个演习过程相当逼真 进去了进去了 官安演习警报声大响 车水马龙的爱山路一带 顿时变得空荡荡 来不及避难的车辆 就集中引导道路边停车 路上民众也被远警引导进行避难 台湾北部在今天下午1点半进行万安演习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基隆台62线 中正路出入口匝道的地方 可以看到现在路上是几乎完全没有车辆在行驶 因为呢 这些轿车还有货车全部都被疏散人员引导到平面道路 进行人车管制 而在东岸连外道路中正路扎道 车辆依序下扎道 万安46号演习 人车疏散避难演练 演练人员警察7名 一交4名 万安46号北部地区 居民联合防空演习登场 警报发布前 金融市长谢国良先前往民房管制中心听取简报 接着再前往常温桂冠酒店 视察避难演练 今天就是来了解一下我们所有的应变情形 然后把我们未来市民朋友所有需要去做的各项的准备 要来了解充分 其中演习模拟协和发电厂遭到飞弹攻击 大楼和油槽发生爆炸 发电厂只为编组进行灭火 并请求消防局前来支援 我们在油槽区有熄火 另外行战大楼四楼有同人受困 云提车升空 顺利将人救出 油库大楼火势扑灭 万安46号演习 街道上的行人都要躲避室内避难 金融市如林大敌 演习相当的逼真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基隆市议会议员以及工作人员等一行人 在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带领下 特地到总统府参观 由副总统赖清德高规格接待 除了致政市议会参访团小礼物 也和市议会每一位参访人员 个别合照 让大家都予有荣烟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陪同下 副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大礼堂 逐一和来总统府参访的 基隆市议会议员握手寒暄致意 也热诚欢迎大家来总统府参观 基隆市议会议员 以及市议会工作人员等一行人 在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带领下 特地安排到总统府参观 副总统赖清德高规格接见 特地制证市议会参访团小礼物 也和市议会每一位参访人员个别合照 而其实原本的安排只有大合照 因为佟子委议长亲自带领副总统 现场临时加码和每一位议会参访团员 个别合照让大家都予有荣烟 我想今天我们有机会 也有这个荣幸带领基隆市议会 共同来参访总统府 也非常荣幸获得副总统的亲自接待 那我想我们还特别到这个接待 陪洛西的一个台湾红厅 一个大礼堂 总统府专门接待重要贵宾的地方 来这个接待我们这个基隆市议会的全部参访团 那我们想非常感动也非常的这个 荣幸 也非常谢谢副总统 特别对我们基隆人的照顾 我想副总统在万里出身 对大基隆地区的发展 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也特别拜托副总统 在担任总统之后 来全力支持我们基隆未来的建设发展 包含捷运建设 那也包含副总统很在意的长照3.0 那也包含我们现在的大历史场景 等等未来的空间开发 包含我们这个四港再生计划持续的进行中 那我们也希望副总统就任总统之后 给予基隆继续的协助 那我们也会全力来努力 然后支持中央跟地方的配合 那副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 在2018年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期间 他曾经对基隆说 给人未来的发展算我一回 我一直记得到现在 所以我想副总统对我们的重视 我们非常感动 那我们必须有这个责任 跟大家一起来努力打拼 让我们基隆的这个 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好 等等相关渔业产业的发展 都可以持续的更顺利 那我们也守护民主台湾的价值 由于总统府基于维安上的考量 因此规定上 在面见总统和副总统时 参访团员的手机和相机都不准带入 而在议会协调下则允许议长秘书艺人 及随团记者带手机进入拍照 但是仍然不能录影和录音 除此之外 总统府也指派专人为市议会一行人 导览总统府 也让许多第一次难得进到 总统府参观的议员和工作人员 都直呼很开心 亚太最大游轮地中海荣耀号 跟11万吨的哥斯达沙伦纳号 同一天靠基隆港来个双轮会 陆出港旅客超过15000人次 创下疫情复航以来 单日旅客量的最高峰 在基隆港务公司总经理高传凯的导览下 让行政院的官员 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等贵宾 了解西岸旅客中心 诊件后的贴心服务 以及旅客通关的智慧化建设 目前已经是国际一流水准 让基隆港维持亚洲最佳游轮 母港的优势地位 跟副院长的报告 我们现在通关 基隆港的通关 我们应该可以制作到 世界上属一属二 基隆港也是全世界第一个 使用第一个通关的一个 游轮的一个港口 2019年基隆港创下了 游轮停活的最高纪录 游客也高达90万人 是亚洲一个非常好的游轮的母港 疫情的三年 游轮产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 今年开始复苏 预估今年的复苏度 应该会将近三成 目前看得到许多国际知名的游轮公司 都选择基隆港或高雄港做母港 能力亚洲的跳岛游轮联盟 还有亚洲的游轮联盟 能够参加 那我们就跟亚洲各国 希望它的转动也是对拍的 像格斯塔就是一个 游轮的一个操作 这个整个 当然看到它就是未来 有非常多的稍息会来进行 刚刚有在谈游轮经济学 它说有补给、维修、日用品、生鲜 还有精品等等 那以过去的经验 一个人上岸消费 大概就会价值五千块 所以如果九十四万人次的话 大概有将近五十亿的效果 所以游轮经济学对基隆是重要的 也代表过去的规划是正确的 经过中央与地方的同心努力 以港新市的基隆 相信在游轮经济 与物流货运的双重拉动下 展现港都新风貌 为在地的就业市场注入新活力 让基隆变得更好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7213旁边的 7456号码头 这个地方过去规划是会展的名字 会大门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东岸的军港 西迁之后 所留下的这个基地 这两块基地刚好 位在基隆市中心的新港旅区 所以不只是港的未来 其实也是牵扯到基隆市 整个城市未来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另外是我们为了去 串接整个三坎城 所以在东岸的部分 基本上是已经完成 就是等一下 副院长去看的 东岸的游轮广场 现在正在进行 另外就是要串接到 我们的希望之后 也就是中正公园的地道住地 我听说已经完工 已经验收了 那另外刚刚讲的 这个几个改造计划 我们都会继续支持 包括刚刚讲说这个 挡警期间 包括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游轮广场 这个是一个入口的 最好的迎接旅客的 一个影响 这个也接触了 快完成了 包括其他的建设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东信国小近日举办 高尔夫球模拟教室 启用仪式 市议员 韩世玉 陈君佐 陈怡 何淑萍 以及教育界人士 和学校师生 齐聚一堂 共同祝福 也体验高尔夫球 这个运动的独特之处 瞄准 挥干 每一个步骤 训练孩子的专注力 与肢体协调性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新奇的体验 第一次在教室里面 用模拟的器材 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模拟教室 在东信国小启用了 除了有数位模拟区外 还有实体模拟区 典礼上贵宾云集 期待这儿模拟教室 能为学生们 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成长 非常感谢教育处 长官的帮忙跟协助 让我们东信国小 可以成立全市第二间 高尔夫模拟教室 它是透过雷达 去侦测到我们的高尔夫球 然后我们是用真的高尔夫球球感 来进行挥击 一方面玩 一方面也真的叫做体育的练习 希望让高尔夫运动 能够在国小普及化 让高尔夫运动 不再是贵族式的运动 学校师生们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一起挥动高尔夫球感 我觉得很好的 因为旁边有老师在指导 我觉得学校开这一间高尔夫球教室 很好玩 因为这样子下课或上课 也可以来这边学习 孩子们在欢笑声中 学习挥感的技巧 体验高尔夫球运动的独特之处 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专注力 和核心肌群 说不定未来会培养出高尔夫球国手呢 除了高尔夫球模拟教室启用外 还有资商室与会议室的 硬体设备就位 曾校长他想要 就是设立一个资商室 还有一个会议室 然后来为我们这个小朋友 然后跟老师之间 能够互动 那我这边也是全力支持 我们曾校长的一个意见 然后今天就把它添购完成了 所以说今天借由来看 我们这个我们的模拟高尔夫球的课程 来顺便来看看我们的资商室 以及我们的这些会议室的这些设备 东信国校给孩子最好的学习环境 让学童乐于学习 快乐成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甄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甄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假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 中国名师许席于金星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 便衣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仇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找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中镇公园篮球场疫情解封后 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 都有不少民众在这里运动 不过有球友反应 篮球场设置的灯光位置 往往会直射眼睛 发生炫光的情况 造成球友打球障碍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浩瀚特地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会刊 希望市政府能够进行调整 并且编列足够经费 维护公园设备 入业后中镇公园篮球场灯火通明 民动运动健身 不过仔细看四周灯光 设置的位置有点怪怪的 这边近期我们有发现 好像灯是有改善 只是好像 像那个灯 它架的位置 好像有点问题 就是像 它现在嵌在那个树林里面 之后树长出来 一样会挡到那个灯啊 还是要定期的去修点 所以我觉得这位置可以调整一下 还有就是 我们在投球的时候 你真的下去 亲自打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投球 灯这样照 会直接照到眼睛 这样反而 球框会看不清楚 大家可以仔细看那边 那边虽然有路灯 虽然都足够 但是很多都是被塑从的挡住 所以照明设备 相对我觉得是照不到篮框那边下面 所以那边 那个区域比较少人打 那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它路灯的照明 直接照到篮板上面了 所以相对于在下场打篮球的时候 有时候灯光会直接 射到眼睛有点不舒服 白天实际来到现场查看 却发现不少照明灯光 就藏在树从中 仔细看有些设备还不太一致 这盏灯喔 它其实就位在 篮板的一个正后方 所以你在投篮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看到 它的灯光是直接照耀在 你的眼睛上面 所以其实在对运动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蛮不符合 使用者的一个设计 那把它画像上面的 另外一个在草丛上面的 在被树包印的这个灯灶 其实光维护或维修的时候 就相当的困难 工人他都要拿的机器 然后一路架上去 其实他们在维护的时候 也相当的一个危险 原来中正公园 篮球场属于市政府管理 加上百幅公园管理费用 一年不到两百万预算 日前有民众反映 篮球场照明设备不足 市议员张浩瀚 邀急的市府都发出会堪 虽然光线不足已经获得改善 但对于篮球场灯光 不符合标准 同时每年维护经费有限 市议员张浩瀚要求 市政府对于公园的设备维护 应该编组经费 中正公园的这个运动场域 其实在上个月初的时候 就有接到民众来反映 那个照明坏掉的一个事情 那当下我本人 立即向来公园课来反映 那但是过了大概一个月之后 这个灯光照明才修复完成 那其实据我了解说 后面的其实有主要几项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都发出的公园科 在维护中正公园及百福公园 一年度的预算只有150万 但是这150万在上半 在6月前就已经用尽了 所以导致在这一笔 在修理相关的预算的时候 其实是找不到钱的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 针对于如果下半年 如果不断是百福公园或中正公园 一旦发生了 可能需要设备需要修理的时候 现在是没有半毛钱的 那所以我也紧急的要求市政府 从其他的地方支付相应的一个款项 来做公园空间的一个维护 但是这边也要建议 我们金融市政府 尤其是都发单位 接下来在下半年 要进行年度预算的一个编列 希望能够增加在公园维护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预算 免得在预算用完了之后 真的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继续来做的 或者是说 未来应该把这些路灯 或者是路面相关的一个维护的一个工程 那交由市府其他专业的单位 例如像公务处 来协助进行维护及管理 这样才可以改 这样公园的一个环境 那达到一个随时都可以是一个 设备安全 或者是说可以达到民众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最后 除了现在的公园的一个状况以外 很多的一个不管是打网球 或者打篮球的民众一直反映 照明其实是不符合现在运动使用的一个需求 因为这个场地并不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运动场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要求公园科 在今年应该要 应该说在明年要介入一个计划 就是整个中任公园的一个照明设置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方案 那把这个照明优化完了之后 一来是可以节省电费 二来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维护的方式 三来才可以真正满足运动人口的一个需求 中任公园篮球场夜间使用率高 但公园维护管理经费有限 管理不易 张浩瀚建议市府 兼足经费运行照明设备优化 除了能够节能简单之外 也能够满足运动能动需求 记者 王少民基隆报告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 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时政 送回来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落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叫活动官网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显愿意 验一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价也加重处罚哦 酒价零容认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打牛干一面 嘿 不要怕 小不点不怕 我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咦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快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水米妮